尼克今天出战狂风力拼8连胜 不少球迷一早就到运动餐厅 要替林书豪加油打气 尽管最后尼克输球 但林书豪全场攻下26分 表现已就亮眼 证明说林书豪已经赢得所有人尊敬 大家相信下一波连胜很快就会到来 早上8点运动餐厅外 已经排满要替林书豪加油的球迷 有人拿着加油扇子 有人在脸上贴上尼克贴纸 但全场就属他最强烈 我在逛夜市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一件 而且他后面是写林书豪 对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刚好今天早起来看球 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 而且自己做了一些造型 就剪了深V啊 然后剪了那个袖子 然后就来看林书豪 帮他集气 比赛开始后 球迷紧盯着林书豪 只要硬有好表现 全场立刻欢声领动 比赛中调前战况陷入焦灼 球迷的心也跟着 起起伏伏 虽然最后是尼克输掉比赛 终止了七连胜 但林书豪的表现 依旧获得球迷赞赏 26分 跟Kobe讲的一样 不需要我讲什么了吧 没有一直赢的啦 对不对 输一场OK啦 继续赢就好了 他已经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Even though那个失误 虽然有点多 但是 啥不掩瑜啦 虽然输了 但是 只是休息吧 下一个七连胜会再来的 林书豪席卷NBA 全台湾球迷也动起来 运动餐厅大爆满 几近超过百人 以往上午冷门时段 如今热情滚滚 球迷们相约 下一场继续来替林书豪加油 新台湾的亚太电视 这么多报告 新台湾的亚太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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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湾的亚太电视